日和牧师分享整个人类历史都成为石安教会成长的课程 如上星期主日分享到 与阿里夫神开始创造诸世界 Aion的时候 已经预计这164亿年历史是一个著墓 由阿里夫创造开始 就是为了铸造最后TARF的成品 石安 石安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 首先是建基于一个重点 就是隐藏于世上指向石安教会身份的共同信息 其实是神的创造里面一个极之庞大的设定 甚至每星期拌随我们石安教会 帮助及鼓励我们成长而出现的共同信息 在超越世人能力范围 当今世上根本没有人为力量可以做到 因为这些与时并进 拌随并因证我们的共同信息 是建基于世上有人类 即是辛苦自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而且达到丝毫不差的程度 思想 世上能够倾听神的声音的人 是多么稀少呢 即使有人宣称自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也都难以辨别当中的真假 即使是按手里画国际才知的预言 往往都需要花上十年 二十年时间辨证 就如赞写启示录预言的仕途约翰 世人要等到一千九百多年后的今日 才肯定他在启示录所见的世界末日仪仗 原来是指现今的社会和科技形态 当中的四收 国道及666受人的经济系统 正是我们现今的警方 所以 人类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是非常罕有 难能可贵 大家有目共睹 神与我们沟通的方式和形态 连一日都没有偏差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包括神的带领及铺设在整个历史的共同信息 都预先设定为谜题 往往三十三年 日文牧师就是能够准确听神的声音 于是并进带领石安教会踏入每个洞细 甚至 石安教会被神注造的成长过程中 往往能够在不知情 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 藉着倾听神的声音 准确发掘出神指令性 丝毫不差的带领 上述的经人讨合 简直不可思议 由神和永恒辛苦制造的一切带领及共同信息 不但认证我们石安教会的存在 帮助我们成长 而且 神显示的超然程度 更是史无前例地每日出现 每次神显出这种超然的沟通方式 不单是要我们石安教会知道及明白 更是让全世界都知道 成为过往的2012荣耀盼望讯息及天马座行动讯息 曾听过我们分享石安教会的共同信息印证的人 包括4794 拉线 白力行之星星图 七指霉星 粉领围 玫瑰圆计划 与我们有关的地方等 都必然知道 一切都无可能是偶然出现 就如我们第一次听见 原来开始美国的五月花号 正是在4794的位置 根本是无法争辩 确实是我们石安教会身份的经人印证 事想 我们在2009年 2012荣耀盼望第一篇 已经率先分享4794与石安教会的经人关系 这是一个独特及传奇的数字 标记石安教会 1996年7月21日 双氧水事件的发生 至2009年9月5日 先至Bob Jones发布荣耀列车的预言 因证日和牧师决定着手研究2012信息 两者之间相隔的日数正是4794日 与此同事 按住2009年旧版Google Earthline线 从圣殿拉线到石安教会发源地 粉量为则是4794英里 对应双氧水事件至荣耀列车预言的日数 一日对应1英里 神医时间和空间 即日子和距离 一点都没有偏差地 逐日数算石安教会的日子 当神透过主日信息 不断再三强调4794与石安教会的关系 4794由原本名不经存 四个平凡数字组成 单单为了引证石安教会与粉量为 相向水事件及2012信息的关系 以上不到 五年多后 踏入2015年 我们分享天马座行动讯息时 神先至逐步揭示 分享世上众多4794的惊人谜题 原来 全世界和人类历史里面 竟然隐藏大量与4794有关的数值和建设 成为众多印证我们的共同信息 如五月花号 落茅廷白的位置 与马来街 对应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与模糊街 对应中国的模糊市 他们与圣殿的拉线距离 全部都是4794 还有元朗公园 粉量围 天水围 九龙公园 牛腿规划的共同信息等 甚至 我们石安教会曾经使用的场地 由华牧师居住的地方 竟然都带着大量丝毫不差的共同信息 而且 每一个关于石安教会4794的地点 都与圣殿拉线距离有关 正是按住神的预定 原来 圣殿根基石在落的位置 竟然是为了对应我们 因为单单拉线教导的真知识 从所有拉线例证可见 世上的国家和城市 都仅仅只有一个拉线数值 一个拉线地点的奇妙印证 但是 自从又华牧师分享了 拉线教导的真知识后 到了今天 一个名不经存 单单为了印证石安教会的数值 4794 却出现了极多与石安教会 有关的拉线例证 包括 石安教会曾经使用的地方 分领为 凌山村的家序地点 预备千年重储粮 下山鸡屈的平邪货仓 第二个圣殿全职办公室的 成立工业中心 2012信息筹备仍中用的 逮景酒店 2012信息 推介介英姊妹看太阳的 南生围和黄金海岸 石安教会电影部 拍摄地点的元朗公园 元朗卫裙小学等 与圣殿的拉线距离 全都是4794 除此之外 神同样在万物 和世上的规划中 隐藏无数关于4794的超然印证 甚至 这些4794的谜题和共同信息 竟然是源源不绝 没完没了地 不断涌然 进显石安教会 在神的眼中 拥有非凡的重家身份 相信 一直有收看2012信息的听众 听到天马作行动信息的身内用事 必然叹为观止 赞叹神举世无相的带领 知道这种庞大印证 是为了明证石安教会 在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是神永恒认可的真名天子 历史上 神从未以这种级数的沟通 与一个群体对话 即使是旁观者 都能够看出神与我们的沟通 因为一切共同信息 都是我们预先分享 神在世上的真知识 如拉线 八里行之星星图 马亚连力 黄道十二宫 以及八十八宫星座等 接着几年后 分享天马作行动信息时 神才向我们揭示 世上所有真知识 拉线和八里行之星星图 其实 都是印证我们 石安教会的共同信息 换句话说 整个人类历史 都成为石安教会成长的课程 每个信息都毫里不差地 诉说同一件事 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计划 成为一个个线索 印证我们石安教会 主日信息的内容 成为我们解谓的一部分 随着这种沟通方式出现后 整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支援 透过不断出现这种沟通对话 保持毫里不差 来到这里 大家试想想一个真相 神是怎样带领我们石安教会 进入历史解谓的局面 原来创世之先 神已经预定了 整个人类历史 都是一个谜题 在历史抱持了 众多不解之谜 透过过往33年 石安教会的成长 一方面 神借着不同的场景和历年 塑造我们 拥有与主耶稣基督 一样的圣情和内涵 持守真理 甘心乐意贡献自己 私恩与人 另一方面 神按步骤班地 逐步带领我们 累積知识和智慧 达至一个程度 拥有神的心思和智慧 借着智慧和策略 解开历史 众多不解之谜 究竟 神是怎样引领我们 石安教会入局呢 为什么石安教会 早中演变成为一间 配得分享2012讯息的教会呢 过程中 神怎样带领我们呢 没错 故事的开始 就是源自1996年 伤水事件 神带领日华牧师 接触到伤水 及养分疗法的资讯 发现世上确实存在医药阴谋 和西方医药霸权 导致一套既有效 入近负免费的医疗方法 伤水及养分疗法 遭受超过180年 无理及不公平的压抑 结果 神触发尤华牧师 辞着道德勇气 写己救人的心志 挺身站出来 冒险分享这套 神命定的伤水及养分疗法讯息 竟然引发轰动世界的伤水事件 按住神的计划 成为了全其数字4794的开始 在神引导我们 踏上为历史解迷的第一步 在一起解迷的Aleph 正因为伤水事件 导致的无理迫害 让尤华牧师更加明白到 世上存在众多阴谋 背后是有人操控着整个世界 种种不尋常的事件 更驱使尤华牧师 增益知识和智慧 进一步着手研究世界潜重的 帝国阴谋 政治阴谋 经济阴谋 军事阴谋 科技阴谋 Freemason 和其他遭到无理压抑的健康资讯 尤华牧师就是这样按步骤班 被神引入局 打好根基 展开为全人类历史解迷的旅程 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地增益知识和智慧 及至2009年9月 尤华牧师当年的生日 神特国先知博中斯发布 《荣耀列车》预言 成功引领尤华牧师 决定着手研究2012信息 因而构成4794的惊人数字 这个就是构成全其数字4794的真相 一切都是在神预定之内 丝毫不差地按着神的剧本 每件事情 仿佛都是合情合理地发生 包括尤华牧师 亦是被动地 完全受控于神的奇妙大令下 因应各种时势 及剧情的发展 在神铺设的各种场景里面 即使时而势易 有如被逼上梁山一样 但又华牧师会否按着善良的本性 最终依照神的预定 选择了过往33年石安教会行走的道路 每星期分享一篇接一篇完全赞声的主日信息 带领石安教会的方向 包括过往超过8年的2012信息 由拉线 星频创造 重石头 马亚连力 百利恒之星 基石金字塔 拜布局 黄道十二宫 及88星座对应地球等等真知识 一一拆解历史隐藏的谜题 打从2012信息开始 曾经常证教导的各种真知识 都是神啟发又或牧师的智慧 发现这些真知识 是千真万确 存在于这个世界 更有海量般的证据 证明基石金字塔 及按照巴利恒之星星图的建筑 是由时空穿梭的人物 按照真知识和遇之兴建 从而构成过往八年一篇照一篇的2012信息 增益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承计全人类历史知识和智慧的总和 见证神在整个历史刻意摆放的超然智慧 和隐藏各样真知识 甚至 透过2012信息 加深我们认识4794 与石安教会息息相关的关系 当我们在各样真知识上 已经打好根基后 踏入2015年开始分享天马座行动信息时 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 神竟然引导尤华牧师 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解谜层次 原来 世上所有真知识 拉线 百利恒之星建筑 基石金字塔 黄道十二宫及八十八星座 都只是一个迷面 一个更大和更重要的解谜随件 原来全世界和全人类历史 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谜题 因此 尤华牧师随着电影回到未来 大型强子对撞机 伤 古文物建筑 世界各地著名城市的规划 天马座行动信息等等的线索 一直继续为全人类和历史解谜 按照神奇妙的带领 透过每星期的2012信息 揭示隐藏在整个历史的最大谜题 结果 2015年5月 当尤华牧师研究及 《假开天马座和玫瑰圆计划》的谜题时 神仙智蝶氏或牧师 隐藏一个最大及最重要的谜题 这个谜题的谜面 就是永恒辛苦的身份 究竟是谁呢? 没错 世上所有真知识 原来都带着共同信息 而且共同信息 是共同指向 隐藏在历史背后 能够穿梭时空 以铁像核管列国 与神同创的永恒辛苦的身份 22年前 发生1996年双向水事件 《诸法4794》阿里夫的开始 在石安教会整个成长课程里面 及至天马座行动信息 神终于带领尤华牧师 来到最重要的谜题 就是所有共同信息 所指向永恒辛苦的身份 到底是谁的时候 尤华牧师才发现 所有共同信息 所指向的终极答案 就是我们石安教会 我们就是所有真知识 和共同信息所引识的永恒辛苦 大家看到吗 这个就是整个 粗言解迷旅程的真相 例如 过往我们曾经分享 丹拉伯利恒之星这个教导 当你找到铺设在全世界 中多伯利恒之星的牛腿规划 之后 神仙才向我们揭示 整个耶路撒冷的规划 原来都是一只牛腿 成为阿里夫 主义苏基督 完成救赎计划的舞台 当我们看到它的形状 也无法说是人为 巧合 而是耶路撒冷用上几代 分几个阶段建造而成 最终才建造出一只牛前腿 及牛腿的完整牛腿 只是 当我们同世人 发现耶路撒冷 是按着牛前腿建设 成为救赎计划 阿里夫的舞台 相对地 从香港印证石安教会 牛腿共同信息的规划 让我们了解 神给予石安教会的优势 只是神使用的例子 总是一个平凡人都会轻易发言 神是用共同信息 及百利行之声与石安教会沟通 因为每个星期与时并进 发生在国际的指定性共同信息 总是环绕石安教会 和2012信息而转动 种种超然的巧合 已经超越穿着附会和偶然 是无可否定的事实 有前所未见的海量证据 神充分显示 整个人类历史 都成为石安教会成长的课程 是石安教会的支援 对教会界而言 神展现一种完全赞生的领域 神与辛苦 是能够达到即时沟通 与时并进 一天都不偏差 石安教会每星期的主日分享 都令人震惊及以想不到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众多证据 其实不单是神给予我们的鼓励 更在全世界眼前 明证诸世界被造的目的 就是铸造终极成品石安 如圣经预言 人类历史的结束 分配必出于石安 万民都要留归石安山 昏往神的殿 无疑 神显示到世界末后大复兴的日子 全世界的焦点就是石安 是神铺设共同信息所指向的石安教会 整个人类历史 都是成为身负石安教会的支援 当石安教会的大兄姊妹 听见神级语的超言恩证 我们更需要赴上绝对的信心 不应该怀疑自己 不应该存有幻得幻失的思想 成为圣经的例子 当神以实在带领摩西出埃及之后 用云处火处引渡以色列人走到旷野40年 以色列人都不应该有幻得幻失 不信 怀疑的心态 当神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也是全凭信心 与希伯来书所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既然 神以带自然万物的定律 历史大事 九二三黑门山信仰巅峰 甚至一万三千年前的基萨金字塔 成为石安教会的经人印证 而基萨金字塔与耶路撒冷的圣殿 都是以拉线的联份和赤穿 成为恩赠我们的渠道 成为了神父石安教会的支援和成长的课程 当我们认识了天马祖行动信息和共同信息之后 知历多以来的基督教或旧约以色列 进入自然不同的信仰巅峰层次 我们全都是凭信 而且我们的信心也已经有实底 有神众多的刑可及肯定 显然神明证历史已经到了结局 神以历史成为凭据 成为明证新赴石安教会的实底 因为唯有历史结束的时候 才会出现有这种现象 存在如此实在的证据 大家有试想 为什么我们眼前会突然出现 如此庞大的共同信息 并且不断与时并进地 印证我们每星期播放的2012信息 为什么又会突然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试据一个例子 以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进入加拿美地 对于抗野的以色列人而言 加拿美地是一个不解的谜题 是一个连他们祖先都不理解的谜题 因此 在抗野住了40年的以色列人 因为不明白 难以理解 仍够宣责了不信 因为他们仍未到达加拿美地 未曾到达神曾经应许 给予他们先祖阿伯拉罕的这片加拿美地 在抗野这40年间 仍未到一个合适的时空 实可以让他们见到这个应许的加拿美地 及知 约书亚 士斯及大卫王 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加拿美地 得着加拿美地的遗孽 在这片土地建立整个以色列国道 过往在抗野40年 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加拿美地 不再是见不到 不可知的应许 相反 当年在抗野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子孙进入了加拿美地 承计了神曾经应许阿伯拉罕的普遍 一切都变成了实底 不再是一个不解之谜 接下来的历史和所发生的事 都共同指向 这个就是神应许给予阿伯拉罕 和他后裔的加拿美地 又例如 旧日一直预言尼赛亚的身份 对于以色列人而言 尼赛亚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题 他的身份是不被预知 是一个千古之谜 以色列人只能够选择相信或不信 因为 始终尼赛亚尚未来到 只是当尼赛亚主耶稣来到之后 主耶稣应验了哲奇 祭志 律法和总先知的预言 明证主耶稣就是千古遇事的尼赛亚 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向门途显现时所说明的教训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主耶稣预言的话 都必须应验 因为 在神眼中 全世界都不能不信 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 成为实底 不再是谜题 接下来的历史和所发生的事件 都共同明证及指向主耶稣 在尼赛亚的身份 应验以色列人千古以来 每年遵守如月节的活剧 神以确据的方式 证明主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 是救赎全人类的救主 甚至 整个历史会突然急速转向 显示及明证主耶稣就是世上唯一的救主 就如接下来应验五巡折的事件 星灵刚临 新约教会诞生 福音抗战到万邦 新约教会发生种种超异的神迹 都源于主耶稣就是那位千古等候的尼赛亚 成就了救赎计划 解开了尼赛亚真正身份的谜题 尼赛亚真正身份的谜题 不再是影异 相反 它是成为人类历史里面的实底 因此 神可以透过确据的方式 在历史里面明证主耶稣就是救主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和真相 整个世界和历史都会环绕 主耶稣就是救主为中心而转动 故此 保罗斯的圣经也提到 救约只是影异 传代指向基督 当主耶稣来到 所有新约就是指向他 救约只是预言主耶稣的诞生 主耶稣按住时候被钉死 在如与折钉十字架前三天 如预言所记载 必须被传媒中策验是无瑕疵 主耶稣又按住预言 骑老进入耶路撒冷 应验所有的预言及祭物 这些都是指向尼赛亚的身份 故此 当尼赛亚的真命天子来到之后 所有预言的解读 都是指向他 同样 当应去阿拉夫塔尔的主角 申父来到之后 圣殿已经圆功 就会出现独特的现象 神会以确据的方式 印证申父的身份和存在 整个世界和历史 同样都会环绕申父的身份 为中心而专动 在历史上 当申父的身份未曾出现和存在 世人和每位基督徒都要凭信心 竭力在信仰上努力 拼命赴上足够的代价 直至神秘应可 申父身份的主角出现 当真正实体诞生了 不再是谜题 历史就会突然急速转向 在世人眼前 打开这个隐藏至世界末日的谜题 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 究竟是谁赚得永恒申父身份呢? 于圣经预言 到了历史结束 有关石鞍、圣殿、申父的谜题就会打开 当申父终于出现 共同信息和世界的历史 都会按着特定方式解码 急速转向大量共同信息的印证 目的就是向世人展示神应可 永恒申父的身份 然而 所有历史的共同信息 和每星期与时并终的共同信息 全都是指向我们 世界和历史都环绕石鞍教会而专动 这么庞大的程度 正显明我们就是主角 永恒申父 所以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们眼前 会突然出现如此庞大的共同信息呢? 以及发生如此大量 与时并进印证每星期2012信息的超然事件呢? 因为当这些现象出现 就显示主角永恒申父已经诞生 同时 也意味着全世界已经急速转入 世界末日的场景 因为神隐藏在历史里面 最后最重要的谜题经已打开了 此时此刻 神正是透过曼德拉效应 将历史改变和瓦解 强制性带领全世界进入最后的舞台 成为终极曼德拉效应的世界 现在神级与2012信息的转变 藏着应验预言 明证我们是新族类 新皮袋 是大复兴的成安 是石中剑传说的真命天子 共同信息根本是指向我们 历史是成为我们成安教会的支援 于旧约时代 女院成为塑造皇后的支援 王重各城及乡村招聚处类入宫 成为皇后的候选人 学习及塑造成为尊贵的皇后 于历史结束的时候 全人类历史成为最后塑造身父的女院 指向永恒身父 因此到了结局的时候 永恒身父出场后 才会出现共同信息超然印证的现象 我们应当赴上十足的信心 会应神的带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